大家好,我是艾瑞卡,又到了魔神時間!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萬代9月5號所發售的HG蓋特隆 是Infinity這個系列 這盒 那有玩過《機器人大戰》遊戲人應該對蓋特龍都不陌生吧 但是我還是要來幫大家科普一下 喚起大家的記憶 蓋特的機器人是出自於永景豪跟石川賢這兩位老師一起創作的機器人漫畫 是由三架戰機合體而成的巨大機器人 分別是飛鷹號、獵豹號、還有巨熊號這三架 依照不同的合體方式就能夠組成蓋特一、二、三號 三種不同性能跟武裝不同的記憶體 雖然說這個系列的裂甲造型常常被人家戲稱為茶葉袋 但是我還蠻喜歡這種炸裂的造型 他就真的很帥啊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開組囉 組好囉 那因為呢,我在組裝的時候沒有化妝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去拍縮食 框架他總共有18塊 一張貼紙還有兩塊支架的框架 本體高月18公分 跟之前Infinity這個系列所出的無敵鐵金剛來比較的話 這一次所出的蓋特隆比較大支 跟MG出剛來比較的話 他其實兩支是差不多高的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他的胸部前面的盔甲 他是做透明的零件 那可以藉由亮面的貼紙來讓他看起來有反光的效果 蓋特隆本體呢,他是沒有使用任何的補色貼紙 代表這支模型他做到了完美的分色 整體的顏色他是以紅色為主色調 加上我有聖墨線 紅色搭配黑色就還蠻有層次感的 在紅色斧頭的地方呢 他的框架是屬於電鍍金屬色的 跟身體的紅色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一定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我在組裝第一個零件的時候 他頭部的嘴巴零件真的有夠小的 我光是要在框架裡面找他 我找很久不打緊 剪下來他立馬就噴飛了 所以提醒大家在組裝的時候要注意 手的部分他是有做三段式的可動 分別是在肩膀、手肘、手腕的地方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在手腕 他是有做連動式的設計 在前手臂後方鋸齒造型做的比較銳利 所以在把玩上面要小心一點 那我個人認為呢 這支魔鞋他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在他的左手 他只有做一隻握拳跟手持武器的手型 但是他在右手的地方呢 他確實有做握拳、開掌、手刀跟手持武器的四種手型 身體的部分他是可以左右前後基本的可動 腳的部分他跟手不一樣 他是有三段式的可動 在髖關節、膝蓋、腳腕的地方 那在髖關節處呢 他可以向下拉 可以增加他腳部的可動範圍 馬赫肌翼他可以憑藉著自己的喜好 來讓他變換成為長的肌翼或者是短的肌翼 武器的部分他是有附雙腹 那你可以藉由替換的零件 將馬赫肌翼一部分拆卸下來 裝在蓋特戰斧上面 變成巨型的大火 這樣子的蓋特龍 你們不覺得看起來呢 真的更加的有魄力嗎 這一款Infinity系列 他是有附支架的 可以讓蓋特龍呢 展現出他帥氣的飛行型態 整體來說呢 機體他在裝甲表面上面 線條看上去是很複雜 但是組裝的方式 他就跟之前的系列是一樣的 零件大多數都是大片組合的方式 所以你不會花太多的時間在組裝上面 雖然說他的可動度是一般 但是他在擺放姿勢上面呢 都還蠻自然的 這款模型他的日幣定價是4950元 比起之前所出過的魔神Z 或者是可憐泰莎 價位都還要偏高了一點 那你會發現到你在組裝完成之後 他會有多一些不會用到的零件 那是因為呢 這支模型他是沿用了之前魔神Z的框架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他把不用的零件算進去 所以價格上面往上調 那我個人會覺得啦 你沿用框架我沒有意見 但你把不用的框架成本呢 算進去 我就覺得有點過分了 那我個人是還蠻喜歡這個系列的 那還蠻期待說以後會有珠穆蘭號 或者是阿強一號 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做呈現 以上就是我對於這次萬代所發售的 HG蓋特龍所做的介紹 那跟大家更新一下 交換禮物的部分我都已經收到了喔 那我有感受到大家的用心 我個人都還蠻喜歡的 模型的部分呢 我是想要組裝完成再跟大家做介紹 但是因為模型呢 我覺得還蠻難組的 我組了一個禮拜還沒有組完 單就手的部分我就組了兩個小時 所以拜託大家再給我一些時間 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不要忘記還要追蹤我的IG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先來看一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先去看看 ! 一來看看 要看看 去 我們要來